請你針對問題回答,加班時數的上限是多少? 那這個至於加班時數,那這一部分當然就是說 在法規面它有一定的這個規定啦 所以是多少? 那至於說如何像這些特殊情形如何來在法規面之外,另外有另外 我再請教一下秘書長 執行處的同仁可以報加班時數的上限是多少? 我已經問第三次了 因為委員假如有需要我們會再提供啦,你提示的我們會提供 答案我知道,我現在在挑戰的是答案你知不知道? 因為我們當然會盡量設法來 來如何來 奇怪我在問具體的問題,然後你全部在講形容詞 主席再講我要尊重主席,但我要拜託主席,可以指示秘書長回答嗎? 主席我的問題有很刁鑽嗎? 加班時數上限是多少小時?請問秘書長是多少? 因為這些,因為他上限畢竟有一定規定啦,有一定詳細的規定 所以是多少? 好,那因為,講起來我們人事處有比較精準的那個數字啦 因為這些 市長是不是可以請他請同仁救援一下?因為這個上限這我們以前是一個固定的嘛 這大家都知道不敢報錯啊 每個人應該都很清楚啊 專題本來是就上了 是不是有同仁可以來幫忙 這有關係啦 秘書長找啊 我們延續啊 昨天因為時間不夠啊 沒有處理完的問題 這件事情啊 非常的重要 因為牽涉到了 審判的獨立 跟法定法官原則啊 的界限 之前曾經請教過秘書長啊 刑事訴訟法在成省的個案當中 我們有依照法律應該自行迴避 也有當事人申請迴避的事由 但沒有一種 是上級的長官啊 施壓迴避 那針對 這個金融重犯啊 鍾文智 他炒作TDR 遭重判十幾年的 這個案子 在過程當中 我收到檢舉啊 這個鍾文智啊 非常的囂張啊 不僅去找立法委員 幫他脫罪 提個案室的修法 甚至 在個案當中 還有法官 上級的法官 去施壓成省的法官 要他上籤迴避啊 這件事情 我公開提出質詢以後 高等法院 當天喔 當天喔 就發一個澄清新聞稿 說純屬誤會啊 我看完他們的新聞稿以後 我老實講 我是不知道我有哪裡誤會啊 那接下來 涉及法法治委員會 在這邊 也通過了臨時提案 讓司法院回去做調查報告 昨天 我們討論到了說 你們調查報告的結果出來 我們先來看看 被施壓的法官 他是怎麼說的 被施壓的法官啊 說 紅庭長 跟我說 他跟李院長討論過了 李院長指示 我要上籤自請迴避 被施壓的法官 被指示 要上籤自請迴避 然後被施壓的法官啊說 他感到錯愕 已經 跟他的庭長表示 這個案子 當事人有申請迴避 他申請迴避 也被駁回了 他抗告最高法院 也被駁回確定了 結果洪庭長還是跟他講 你上個籤就對了 秘書長 可以這樣做嗎 昨天有向委員說明 就這一件事 司法院 那麼 綜合相關的資料 整體來 評斷結果 認為說 這個 洪庭長跟李院長 那麼是出於關心 我先等一下 我們昨天就討論到這裡 是出於關心 個人主觀的動機是什麼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現在的問題是 上級的法官 可以要成省的法官 要求他 自請迴避嗎 可以做這件事嗎 在法規上 可以做這件事嗎 昨天有向委員說明 就是根據 當時的 台灣高等法院 分案實施要點 第10點第4款 那麼這個是 台灣高等法院法官會議 就法官有應自行回避事由之外 那麼其他可能有偏頗之以的情形 那麼事先以抽象規定 得由院長酌情 准許法官簽請回避 來 等一下喔 秘書長 你講到 高等法院的分案要點 我也是法律人啊 要把法條講清楚啊 因為你剛剛對那個法條的描述 根本不正確 為什麼我說不正確 你說 按照第10點第4款 來 我們來看一下第10點第4款 法官於當事人申請回避 經裁定駁回 後 自行簽請回避 均不予准許 但情況特殊 得由院長酌情准許 請問一下 第4條第4款 是法官自行簽請 還是 上面可以要求他上簽 這個 根據我們本院 中和 中和這個判斷 對不起喔 我現在在講的 你剛剛援引第4 點第4款嘛 我們就依法論法 先不要講你們事實認定的部分啦 回來這個法條啊 剛剛我就說了嘛 上級的 院長 行政庭長 可以幹這件事嗎 然後你 提到了 高等法院 他們分案要點的第10點第4款嘛 我把第10點第4款 現在秀在PPT上給您看 我請教的問題是 這個是由 陳審的法官 自行簽請 還是 上級法官 要求上簽 這個法規的規範內容是什麼 請教秘書長 那這個根據本院 就這個法規的解讀啊 是認為這個是 經過台灣高等法院法官會議 就法官 有應自行回避事由之外啊 那麼其他可能有偏頗之意的情形齁 那麼事先以抽象規定 得由院長來酌情 整洗法官 沒有喔 你把前面的要件搞混了吧 我再唸一次 法官於當事人申請回避 經裁定駁回後 自行簽請回避 均不於 不予準許 你有看到嗎 你要先看本文啊 那這個 那我向委員說明 就是本院的解讀齁 是認為這個是 事先以抽象規定齁 得由院長酌情 整洗法官簽請 對啊 得由院長酌情 整洗的前提是什麼 是不是法官自行簽請 那本院的解讀就 有像剛剛委員說明 就我們在書面報告也是 也是有這樣的說明 你說明了什麼 現在我的問題很具體啊 現在這個條文 現在這個條文 院長要準許的前提是 法官 他要簽請耶 那我現在的問題就來了 他的前提不是要 法官自行簽請嗎 這個條文有授權 院長可以指示 行政庭長去要求法官上簽嗎 這麼簡單的法律問題 你可以在這邊繞這麼久喔 這個是本院齁 在這個報告說明 這個第二點裡面有說明齁 就是就這個 這個台灣高等法院 分案實施要點 這個第十點第四款 這個規定 我們有把它列出來 那麼我們的解讀是認為 這個是法官會議 那麼 這個 就這個法官有因自行回避 事由之外啊 那麼其他可能有偏頗之一的情形齁 那麼事先以抽象規定 都由院長酌情審喜法官簽請回避啊 對不起喔 秘書長 我在這邊就真的要把你打斷了 你一直念一樣的稿 完全不願意 面對我的問題來與你回答 我連法規寫在上面 白紙黑字 寫得這麼清楚 我一直問你 第十點第四款 是法官自行簽請 上去 還是院長可以要求 他上簽 連這麼關鍵 而基本的問題 你都不願意正面回避喔 在這個個案當中啊 我直接跟秘書長講 你們 為了一個個案 扭曲 整個法律的解釋 這是為什麼我一直講 這件事情知識體大 不是只是關係這個個案耶 為了一個個案 司法院 可以針對 有關於第四點第四款 做這樣扭曲的解釋 秘書長 我無法同意 沒有關係啊 我們今天在這邊的詢答 第十點第四款 法規怎麼解釋的 法規怎麼規定 應該要怎麼解釋 我今天 在這邊提出的問題 全國法官都可以公平 你所提出來的回答 也必須要接受 所有法官的檢驗 我們的司法院 如果對第十點第四款 是這樣解釋的話 對不起啊 以後事情大條啦 所有的院長 庭長 大家都可以比赴援引 因為我們司法院的秘書長 這樣告訴全國的法官啊 第十點第四款可以這樣解釋啊 以後 院長 行政庭長 都可以下去關心啊 告訴陳審的法官啊 你是不是要上簽致請回避啊 秘書長我再跟你講一次喔 針對您今天這樣的回答 我沒有辦法同意 當然 每個人有不同的法律見解 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 針對這件事情 這個條款的解釋 要接受全國法官的公平 連你們 自己的調查報告都承認 是要求他上簽 要求他上簽啊 從頭到尾 就不是第十點第四款 那個法官自己上簽 自己上簽以後 院長例外的准許 他可以回避 我有說錯嗎秘書長 因為向委員說明我們在這個第三點齁 三之一三之二裡面都有提到齁 因為當時這個齁 計法官因為他是二審說命法官啊齁 那麼他曾經就是說在 這個在申請回避的自由 法院不是都裁定過了嗎 最高法院都維持了不用回避的見解啊 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你們高等法院的院長跟行政庭長 可以繞過最高法院的裁定喔 然後自己去創造了 跟最高法院的裁定 不一樣的法律見解 然後去施壓陳審法官 自行回避 可以這樣做嗎 因為向委員說明 我們在這個第三點有說明 因為在那段時間 計法官他確實因為 另外還有這個 跟前期之間的家庭事件紛爭啊 還有剛剛提到他曾經在下級審參與過14次的審理啊 這些所有的室友啊 當事人如果不服要申請回避的時候 都可以列為法定室友嘛 都可以再申請撞寫嘛 最高法院都已經裁定駁回了 所以我現在 我再質疑的是 當你們 開了這扇門 等於是說什麼 高等法院的院長 行政庭庭長 可以繞過最高法院 繞過最高法院 創造 法律所沒有的室友 去施壓陳審法官 自行回避 嚴重破壞了法定法官的原則 涉及了審判核心事項 我有說錯嗎 向委員說明 我們在這個第三點有說明齁 就綜合起來 洪廷長跟李院長 他是出於關心 保護而建議 所以我就說嘛 以後 大家都是關心啦 以後不會有什麼施壓啦 大家都是關心啦 用關心兩個字 就可以侵害法定法官原則 就可以施壓基層的法官自行回避喔 我看不下去啊 你這樣的解釋 大家可不可以接受 我說過 我講最後一次 全國法官啊都會公平 接下來 地方民事強制執行事件 收案情況 我上次代秘書長看過了齁 從2022年 開始報徵 到2023年的時候 整個狀況已經不可收拾了 我那個時候問司法院 請問你們做了什麼 請問你們做了什麼 你們一直沒有給我正面的答覆 結果呢 基層同仁 我說過 我收到民事執行處 基層同仁的憤怒 他們可能 下期沒有辦法上達 所以我利用質詢的時間啊 我跟秘書長報告 從2022年年底 到2023年年底 整整一年的困境 他們在講的困境是什麼 就是這個圖 就是這個圖 從每個月新收到未解 快速的累積增加 從2022到2023 結果 司法院視而不見 到2024年2月 才進行調查 我第一次質詢你的時候 我就請教司法院做了什麼 我請教司法院做了什麼 我從你們這邊得不到答案 我從地方執行處的 同仁那邊直接得到答案 這個不是我說的齁 下期可能沒有辦法上達 我幫他們反應 然後呢 來看一下他們的頒表 每天晚上加班 星期五加班到晚上10點 禮拜六 禮拜天再來 這個是他們在你們的 拆勤系統裡面 輸入的時間 這不是我偽造變造的 這是你們司法院 法院內部 加班系統 的電池紀錄 2023年的時候是這樣 來你看那個時間嘛 2023年 然後我還特別挑了 123456日 123456日 每天都加 每天都加 2023年是這樣 我們再看一下2024年 2024年一樣 幾乎每天加班 六日繼續來連著上班 根本沒有假日 來我請教一下 秘書長 現在 在 地方法院 民事執行處 這一些民事執行處的同仁 他們報加班時數的上限 請教秘書長 向 向委員說明 都是 我們司法院的同仁 我們當然 都是很關心 然後這一 這一段期間 因為突然案件 你到2024年才關心嗎 這人家講的嗎 這個一直都有在反應 那我們民事廳 也都有跟 台北地院的院長 庭長 我們都 都很緊密 沒有關係 請你針對問題回答 加班時數的上限是多少 那這個至於加班時數 那這一部分當然 就是說 在法規面 他 他有一定的這個規定 所以是多少 那至於說 如何 像這些特殊情形 如何來 在法規面之外 另外 我再請教一下秘書長 執行處的同仁 可以報加班時數的上限是多少 我已經問第三次了 因為 委員假如有需要 我們會再提供啦 我們 你提示的 答案我知道 我現在在挑戰的是 答案你知不知道 因為 我們當然會盡量設法來 來 如何來 來 奇怪我在問具體的問題 然後你全部在講形容詞 主席再講 我要尊重主席 但我要拜託主席 可以指示秘書長回答嗎 主席我的問題有很貂磚嗎 加班時數上限是多少小時 請問秘書長是多少 因為 這些 因為他上限 畢竟有一定規定 有一定詳細的規定 所以是多少 那 因為 講起來 我們人數處有 比較精準的那個數字 因為 可以請他請同仁救援一下 因為 因為這個上限 這我們以前是一個 一個固定的嘛 這大家都知道 不敢報錯 每個人應該都很清楚 今天的專題本來是 是不是有同仁可以來幫 這有關係啦 齁 我最後跟秘書長講 你秘書長 是總管 所有的行政事務 這一件事情喔 民事執行出案件累積的問題 我相信不同的招委 你來這邊排專報 大概最少兩次 我絕對不會記錯 我今天如果第一次問你問題 我問這樣子 可能是我不對 整個問題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討論過幾次 甚至還開了公聽會 結果 你作為司法院的秘書長 我就在挑戰你 知不知道基層同仁的心聲 基層同仁的困境嘛 來最 最後 我只講一件事齁 請秘書長 你可不可以承諾 你花一個時間 你說你們四月的時候 不是增加了七個股嗎 對 對嘛齁齁齁齁 你們四月增加七個股 我只拜託秘書長 隨便找一天的時間 花一個小時 去台北地院的民事執行處 聽所有基層同仁的心聲 加了這七個股以後 對他們的幫助有多大 你找這些人力派遣公司的人去派 你找這些人力派遣公司的人去 真的 有辦法幫他們解決他們現在工作的困境嗎 你不用聽我說 你願不願意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去台北地院的民事執行處 聽他們的心聲 這個我會去 我會去 會嗎齁 好謝謝 如果秘書長你要去的時候 通知我一下 我陪你去 那 委員 這個隨時都 好 看委員方便的時間 不用不用 我配合秘書長 秘書長你比較忙 不要去打擾他們工作 一個小時的時間去聽他們的心聲 我陪你去 謝謝 好謝謝 一定配合 謝謝 秘書長 這個相關的數據齁 這加班的上限 秘書長去問一下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全國的公務員 法官、檢察官 加班有上限 這個是 這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情 所以可能麻煩秘書長了解一下 第二件事情 他們的辛苦 我不知道說 司法院高層聽不聽得到 都聽得到 但是我照三餐 在聽以前的法官、假官同學在抱怨 阿黃國昌剛剛講的這個東西齁 我覺得 不只他啦 我大概也都聽到爆炸了 我也是感同身受啦 他們跟我 但是 跟秘書長報告一件事情 我以前 這些同學跟我講的 都是說 司法院永遠不管他們這些 都把這些法官丟給他們去死 每個人都在抱怨這個 然後他們說更悲哀的是 要找一個檢方出身人 在幫他們講話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說 麻煩一下 這個要當一件事情在處理 我們當然 我不想說 法官體系或檢察官體系 再有第二件 不幸的事發生 好嗎 對 因為確實我們現在 司法院所屬法院齁 這個環環血汗的 這個部門齁 確實都相當多 是 民主長 民主長 我上次已經跟 民主長還有 蔡部長說一件事情 問題在制度 不是補人啦 補人是 長官騙部署的方式 補人是用國家的錢去 去 浪費國家的錢 請一堆人來啦 那個都不叫解決問題 都 補人都不用動頭腦嘛 我說家人這個不用動頭腦 你要動頭腦的是 怎麼去改制度 要麻煩各位長官 思考一下 因為制度 我們的制度有很多是 疊床教務的制度 那些把它廢掉 可以騰出很多人力 跟這些法官 檢察官的時間 好不好 我們發現問題 我們一定要解決問題 麻煩你們 這要當一件事情 處理 謝謝民主長 謝謝 不好意思 現在請登記第一位 黃國昌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司法院秘書長 麻煩秘書長 委員早安 秘書長早 我們延續啊 昨天因為時間不夠 沒有處理完的問題 這件事情啊 非常的重要 因為牽涉到了 審判的獨立 跟法定法官原則啊 的界限 之前 之前曾經請教過秘書長 啊 刑事訴訟法 在成省的個案當中 我們有依照法律 應該自行迴避 也有當事人 申請迴避的事由 但沒有一種 是上級的長官啊 施壓迴避 那針對 這個金融重犯啊 中文志 他炒作TDR 遭重判十幾年的 這個案子 在過程當中 我收到檢舉啊 這個中文志啊 非常的囂張啊 不僅去找立法委員 幫他脫罪 提個案室的修法 甚至 在個案當中 還有法官 上級的法官 去施壓成省的法官 要他上簽迴避啊 這件事情 我公開提出質詢以後 高等法院 當天喔 當天喔 就發一個澄清新聞稿 說純屬誤會 我看完他們的新聞稿以後 我老實講 我是不知道 我有哪裡誤會啊 那接下來 社會法治委員會 在這邊 也通過了臨時提案 讓司法院回去做調查報告 昨天 我們討論到了說 你們調查報告的結果出來 我們先來看看 被施壓的法官 他是怎麼說的 被施壓的法官啊 說 洪廷長 跟我說 他跟李院長討論過了 李院長指示 我要上簽自行迴避 被施壓的法官 被指示 要上簽自行迴避 然後被施壓的法官說 他感到錯愕 以及 跟他的庭長表示 這個案子 當事人有申請迴避 那申請迴避 也被駁回了 他抗告最高法院 也被駁回確定了 結果洪廷長還是跟他講 你上個簽就對了 秘書長 可以這樣做嗎 昨天有向委員說明 就這一件事 蘇法院 那麼 綜合相關的資料 整體來 評斷結果 認為說 這個 洪廷長跟 李院長 那麼 是出於關心 我先等一下啦 我們昨天就討論到這裡嘛 是出於關心 個人主觀的動機是什麼 那是另外一回事嘛 我現在的問題是 上級的法官 可以要成省的法官 要求他 自請迴避嗎 可以做這件事嗎 在法規上可以做這件事嗎 我昨天有向委員說明 就是根據當時的台灣高等法院分案實施要點 第十點 第四款 那麼 這個是台灣高等法院法官會議 就法官有應自行迴避事由之外 那麼其他可能有偏頗之以的情形 那麼事先以抽象規定 得由院長酌情 准許法官 簽請回避 來等一下喔 秘書長 你講到 高等法院的分案要點 我們是法律人 要把法條講清楚啊 因為你剛剛對那個法條的描述 根本不正確 為什麼我說不正確 你說按照第十點第四款 來我們來看一下第十點第四款 法官與當事人申請回避 經裁定駁回 後 自行簽請回避 均不予准許 但情況特殊 得由院長酌情准許 請問一下 第四條第四款 是法官自行簽請 還是上面可以要求他上簽 這個 根據我們本院 中和 中和這個判斷 對不起喔 我現在在講的 你剛剛援引第四 點第四款嘛 我們就依法論法 先不要講你們事實認定的部分啦 回來這個法條啊 剛剛我就說了嘛 上級的 院長 行政庭長 可以幹這件事嗎 然後你提到了 高等法院 因為他們分案要點的 第十點第四款嘛 我把第十點第四款 現在秀在PPT上給您看 我請教的問題是 這個是由 陳審的法官自行簽請 還是 上級法官要求上簽 這個法規的規範內容是什麼 請教秘書長 這個根據本院 就這個法規的解讀啊 是認為這個是 經過台灣高等法院法官會議 就法官有應自行回避事由之外啊 那麼其他可能有偏頗之意的情形齁 那麼事先以抽象規定 得由院長來酌情審喜法官 沒有喔 你把前面的要件搞混了吧 我再唸一次 法官與當事人申請回避 經財定駁回後 自行簽請回避 均不予准許 你有看到嗎 你要先看本文啊 這個 那我向委員說明 就是本院的解讀齁 是認為這個 是事先以抽象規定齁 得由院長酌情準許法官簽請回避 對啊 得由院長酌情準許的前提是什麼 是不是法官自行簽請 那本院的解讀就像剛剛委員說明 我們在書面報告也是 也是有這樣的說明 你說明了什麼 現在我的問題很具體啊 現在這個條文 現在這個條文 院長要准許的前提是 法官他要簽請 那我現在的問題就來了 他的前提不是要法官自行簽請嗎 這個條文有授權 院長可以指示行政庭長 去要求法官上簽嗎 這麼簡單的法律問題 你可以在這邊繞這麼久喔 這個是本院在這個報告說明 這個第二點裡面有說明齁 就是就這個 這個台灣高等法院 問案實施要點 這個第十點第四款這個規定 我們有把它列出來 那麼我們的解讀是認為這個是 法官會議那麼 就這個法官有因自行迴避事由之外 那麼其他可能有偏頗之意的情形 那麼事先以抽象規定 得由院長酌情審喜法官簽請迴避 對不起喔 秘書長 我在這邊就真的要把你打斷 你一直念一樣的稿 完全不願意 面對我的問題來予以回答 我連法規寫在上面 白紙黑字寫得這麼清楚 我一直問你 第十點第四款 是法官自行簽請 上去 還是院長可以要求他上簽 連這麼關鍵而基本的問題 你都不願意正面迴避喔 在這個個案當中啊 我直接跟秘書長講 你們為了一個個案 扭曲整個法律的解釋 這是為什麼我一直講 這件事情知識體大 不是只是關係這個個案 為了一個個案 司法院可以針對 有關於第四點第四款 做這樣扭曲的解釋 秘書長 我無法同意 沒有關係啊 我們今天在這邊的詢答 第十點第四款 法規怎麼解釋的 法規怎麼規定 應該要怎麼解釋 我今天在這邊提出的問題 全國法官都可以公平 你所提出來的回答 也必須要接受 所有法官的檢驗 我們的司法院 如果對第十點第四款 是這樣解釋的話 對不起啊 以後事情大條了 所有的院長 庭長 大家都可以比赴援引 因為 我們司法院的秘書長 這樣告訴全國的法官啊 第十點第四款可以這樣解釋啊 以後 院長 行政庭長 都可以下去關心啊 告訴陳審的法官啊 你是不是要上簽事情回避啊 秘書長我再跟你講一次喔 針對您今天這樣的回答 我沒有辦法同意 當然 每個人有不同的法律見證 我的看法 跟你的看法 針對這件事情 這個條款的解釋 要接受全國法官的公平 連你們 自己的調查報告都承認 是要求他上簽 要求他上簽 從頭到尾 就不是第十點第四款 那個法官自己上簽 自己上簽以後 院長例外的准許 他可以回避 我有說錯嗎秘書長 因為 向委員說明 我們在這個第三點喔 三之一三之二裡面都有提到 因為當時這個 喔 計法官 因為他是二審說命法官 喔 那麼 他曾經就是說在 這個在申請回避的事由 法院不是都裁定過了嗎 最高法院都維持了 不用迴避的見解啊 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你們 高等法院的院長跟行政庭長 可以繞過最高法院的裁定喔 然後自己去創造的 跟最高法院的裁定 不一樣的法律見解 然後去施壓陳審法官 自請迴避 可以這樣做嗎 向委員說明 我們在這個第三點有說明 因為在那段時間 計法官他確實 因為 另外還有這個 跟前期之間的家庭事件紛爭啊 還有剛剛提到 他曾經在下級審參與過 14次的審理啊 這些所有的事由啊 當事人如果不服要申請回避的時候 都可以列為法定事由嘛 都可以再申請撞寫嘛 最高法院都已經裁定駁回了 所以我現在 我在質疑的是 當你們開了這扇門 等於是說什麼 高等法院的院長 行政庭庭長 可以繞過最高法院 繞過最高法院 創造法律所沒有的事由 去施壓陳審法官 自請迴避 嚴重破壞了法定法官的原則 涉及了審判核心事項 我有說錯嗎 像委員說明 我們在這個第三點有說明齁 就綜合起來 黃庭長跟李院長 他是出於關心 保護而建議 所以我就說嘛 以後大家都是關心啦 以後不會有什麼施壓啦 大家都是關心啦 用關心兩個字 就可以侵害法定法官原則 就可以施壓基層的法官 自請迴避喔 我看不下去啊 你這樣的解釋 大家可不可以接受 我說過 我講最後一次 全國法官啊 都會公平 接下來 地方民事強制執行事件 收案情況 我上次戴秘書長看過了齁 從2022年開始報徵 到2023年的時候 整個狀況已經不可收拾 我那個時候問司法院 請問你們做了什麼 請問你們做了什麼 你們一直沒有給我正面的答覆 結果呢 基層同仁 我說過 我收到民事執行處基層同仁的憤怒 他們可能下期沒有辦法上達 所以我利用執行的時間啊 我跟秘書長報告 從2022年年底 到2023年年底 整整一年的困境 他們在講的困境是什麼 就是這個圖 就是這個圖 從每個月新收到未結 快速的累積增加 從2022到2023 結果 司法院視而不見 到2024年2月 才進行調查 我第一次質詢你的時候 我就請教司法院做了什麼 我請教司法院做了什麼 我從你們這邊得不到答案 我從地方執行處的同仁那邊 直接得到答案 這個不是我說的 下期可能沒有辦法上達 我幫他們反應 然後呢 來看一下他們的頒表 每天晚上加班 星期五加班到晚上10點 禮拜六 禮拜天再來 這個是他們在你們的 拆勤系統裡面 輸入的時間 這不是我偽造變造的 這是你們司法院 法院內部 加班系統 的電池紀錄 2023年的時候是這樣 你看那個時間 2023年 然後我還特別挑了 123456日 123456日 每天都加 每天都加 2023年是這樣 我們再看一下2024年 2024年一樣 幾乎每天加班 六日繼續來連著上班 根本沒有假日 來我請教一下 秘書長 現在 在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這一些民事執行處的同仁 他們報加班時數的上限 請教秘書長 向委員說明 都是我們司法院的同仁 我們當然都是很關心 然後這一段期間 因為突然案件 你到2024年才關心嘛 這人家講的嘛 這個一直都有在反應 那我們民事廳 也都有跟台北地院的院長 庭長 我們都很緊密 沒有關係啦 請你針對問題回答 加班時數的上限是多少 那這個至於加班時數 那這一部分當然 就是說 在法規面 它有一定的規定 所以是多少 那至於說 如何 像這些特殊情形 如何來 在法規面之外 我再請教一下秘書長 執行處的同仁 可以報加班時數的上限是多少 我已經問第三次了 因為 委員假如有需要 我們會再提供 提示的 答案我知道 我現在在挑戰的是 答案你知不知道 因為 我們當然會盡量設法 來 如何來 奇怪 我在問具體的問題 然後你全部再講形容詞 主席站起來 我要尊重主席 但我要拜託主席 你可以指示秘書長回答嗎 主席我的問題有很刁鑽嗎 加班時數上限是多少小時 請問秘書長是多少 這些 因為它上限畢竟有一定規定 有一定詳細的規定 所以是多少 那 因為 講起來 我們人數處有 比較精準的數字 因為這些 可以請同仁救援一下 因為這個上限 我們以前是一個固定的 大家都知道 不敢報錯 因為今天的專題 本來是 就是 有同仁可以來幫忙 沒有關係 我最後跟秘書長講 你秘書長 是總管所有的行政事務 這件事情 民事執行出案件累積的問題 我相信不同的招委 你來這邊排專報 大概最少兩次 我絕對不會記錯 我今天如果第一次問你問題 我問這樣子 可能是我不對 整個問題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討論過幾次 甚至還開了公聽會 結果 你作為司法院的秘書長 我就在挑戰 你知不知道基層同仁的心聲 基層同仁的困境嗎 來 最後 我只講一件事 我只講一件事 請秘書長 你可不可以承諾 你花一個時間 你說你們四月的時候 不是增加了七個股嗎 對 你們四月增加七個股 我只拜託秘書長 隨便找一天的時間 花一個小時 去台北地院的民事執行處 聽所有基層同仁的心聲 加了這七個股以後 對他們的幫助有多大 你找這些人力派遣公司的人去派 你找這些人力派遣公司的人去 真的 有辦法幫他們解決他們現在工作的困境嗎 你不用聽我說 你願不願意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去台北地院的民事執行處 聽他們的心聲 這個我會去 會嘛齁 好 謝謝 如果秘書長你要去的時候 通知我一下 我陪你去 委員 這個隨時都 看委員方便的時間 不用不用 我配合秘書長 秘書長你比較忙 不要去打擾他們工作 一個小時的時間去聽他們的心聲 我陪你去 謝謝 好 謝謝 一定配合 謝謝 秘書長這個相關的數據 這加班的上限 秘書長去問一下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全國的公務員 法官 檢查官 加班有上限 這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情 所以麻煩秘書長了解一下 第二件事情 他們的辛苦 我不知道說 司法院高層聽不聽得到 但是我照三餐 在聽以前的法官 假官同學在抱怨 黃國昌剛剛講的這個東西 我覺得 不只他 我大概也都聽到爆炸了 我也是感同心說 但是跟秘書長報告一件事情 我以前 這些同學跟我講的都是說 司法院永遠不管他們這些 都把這些法官丟給他們去死 每個人都在抱怨這個 然後他們說更悲哀的是 要找一個檢方出身人 在幫他們講話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說 麻煩一下 這個要當一件事情在處理 我不想說是 法官體系或檢察官體系 再有第二件 不幸的事發生 好嗎 因為確實我們現在 蘇法院所屬法院 這個環盲血汗的這個部門 確實都相當多 是 秘書長 秘書長 我上次已經跟秘書長 還有蔡部長說一件事情 問題在制度 不是補人啦 補人是長官騙部署的方式 補人是用國家的錢去 浪費國家的錢 請一堆人來啦 那個都不叫解決問題 補人都不用動頭腦嘛 我說家人這個不用動頭腦 你要動頭腦的是怎麼去改制度 要麻煩各位長官 思考一下 因為制度 我們的制度有很多是 疊床教務的制度 那些把它廢掉 可以騰出很多能力 跟這些法官、檢察官的時間 好不好 我們發現問題 我們一定要解決問題 麻煩你們 這要當一件事情處理 謝謝林秘書長 不好意思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準備會 controller 指定